他是一个连走路都费劲的少爷 却身负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 为了这个使命 他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难题 那就是他的体重让行走都成了问题 哪怕再多出一只蚊子的重量 都会让他不堪重 他的名字叫小强 为了拯救武林他回到了过去 这里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武林就要陷入战乱之中 那个人出现的瞬间统一了塞外直奔中原 虽然各派联手迎战最后也全部灭门 小强的父母因此全都死亡 还好他遇到了自己的师父 从此他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他的师父每天都会细心的叫我 不断强化他的体魄 磨练他的意志 因为他的任务坚决 必须得到全面的训练 在半死不活的生活中 他学会了师父们所有的功法 师父们准备送小强回到一切的开始 并需要找到年轻时的他们 由小强传授现在所学的功法 并整合这股力量消灭万恶之源 随后师父们倾尽自己功力 将他送回到了一切开始前 他以为这会是很简单的任务 没想到竟记录到这种身体之中 身体主人的父亲见儿子吐血找来太医 但却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 小强只考虑接下来如何修炼 毕竟他的时间没有多少 他知道万恶之源先是获得了一株奇药 他必须在那之前先拿走才行 那应该是还有六年的时间 他本想思考下剩下的信息 但两个老头吵架的话语提醒了他 不是六年而是只剩六个月的时间 父亲见他再次吐血很是着急 他只怪太医什么都治不忍 小强不想在此浪费时间准备去散散步 文言父亲连忙让下人准备大脚 只见四个肌肉猛男抬脚走进来 小强一脸无语 他要用自己的脚去散步 随后让黄冲扶着自己慢慢站了起来 随着他迈出一笔 老父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从十岁开始他就没见过儿子走路 现在他已经走出了四步之多 小强无语众人竟对这种事感叹 如果他不恢复武功 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他的身体还是没有感觉 叹气之时他随便坐在了地上 黄冲此事很自然地赶来一群小强 原来小强坐在了一个大天平之上 随着绳子断掉小强还是纹丝未动 气得他不能再这样做一代理 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想不起 那个万恶之源的名字 颜样貌都是模糊的状态 但不管怎样自己先获得灵药的话 对方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那样他就可以轻易打败对手 成功完成任务 男人只是原地走了一步 老父亲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的体重已经不能正常衡量 必须尽快减肥才能修炼武功拯救武林 独人见减肥的少爷突然哈哈大笑 他以为少爷一定是减肥太极疯掉 连忙去找太医为其探定 听到消息的太医火速前来 小强知道对方医术全国底尖 而历之年就为皇帝整脉 太医一定有办法帮自己减肥 小强询问叔父可不可以配出减肥药 一个月内可以报受的那种 当得知只是为了减肥 太医觉得可能是被人退婚影响的少爷 他告诉小强自己有服下后改善体质的药 但最短也要三年还要配合运动 小强知道自己还是所托非人 太医推荐小强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试试 随后几人来到了一处瀑布旁边 太医推荐靠水上的福利来辅助训练 当他说每天都要来此修炼时 他的教父都准备辞职不甘 小强小心翼翼地下到水中 确实福利让他行走更加轻松 但他没想到这条河流的深度 身边全力带水下 黄冲没想到少爷静这么喜欢玩水 水性很有天赋还会潜水 旁边的教父提醒黄冲少爷可能是沉下去 闻言黄冲觉得有可能 但是他根本不会游泳 此时一道身影直接跃入湖中 另一面小墙已经沉底 意识已经开始恍恍惚惚惚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辆急迟的马车 里面的人浑身都是鲜血 走近后发现竟是这个身体小的时候 他想着应该是那小子的记忆 语人应该就是他的妈妈 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一切 慢慢他失去了意识沉入谷底 岸上的黄冲还在不知所措 忽然一个女人带着小强出现在的水面 那个容颜深深地吸引了黄冲 只见女人一人就将小强拖到了岸上 黄冲这才反应过来上前询问女人 女人告诉他是小姐让他来此看看 回到府邸 黄冲和太一跪在老爷面前 他希望两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黄冲首当其冲说是太一劝少爷去玩水 他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太一身上 文言老爷直接拿出了配子 他最宝贝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差点就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是一个人出言阻嘴的闹嘴 他是小强身体主人的姐姐 他提议还是让太一解释一下 太一见此机会便说都是因为男公家 小强是被男公家退婚 受到了刺激才拼命减肥 父亲听后很心疼自己的儿子 姐姐倒觉得应该继续让弟弟减肥 但不一定非要去外面的合理 他有一个倾国倾城的姐姐 不可敌国的父亲 自己却一无是处只能躺着 本想在水中进行修炼 还差点淹死一命呜呼 思考之时一个女人前来探望 见此小强记忆涌现 回忆起对方是他身体主人的姐姐 姐姐知道他起身困难 让仆人上前帮忙 小强见是女人表示根本扶不动他 没想到对方直接将他提了起来 并告诉小强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小强坐在轿子中很是奇怪 所有人的心情都异常高兴 当他来到目的地这里全是公园 黄冲正在带领大家修建着什么 他不明白这些人都在干嘛 姐姐告诉他以后可以不用去山谷安水 只见所有人将水倒入了跟前 小强好像知道了在修建设 一个专门属于他的私人湖泊 见到少爷前来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明明因为自己他们才会受累 但所有人都很高兴地看着自己 此时黄冲也发现了少爷前来 但看到小姐的仆人时 他立马转变了画风 小强询问他的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黄冲告诉少爷他的父亲 是受人尊敬的大学士 每当饥荒时都会为这里人发放物资 小强实在无法把这些和那个老头联想到一起 但这样的话他的老爹非常有钱 随后的时间里小强天天都会来此 他已经可以在水中憋气一炷香的时间 他让黄冲将准备好的东西拿来 竟是一个绑着锁链的石块 他知道只要不发生那场浩劫 以后他都会一事无忧地活下去 但这些只是美好的想法 只要不除掉万物之源 一切都只会化为泡沫 所以必须尽快恢复武功 但这样的身体现在开始修炼内功根本来不及 现在的他连打度都不可能 但还好他的师父们创造出了一个新法 那就是灵气心丹法 用心脏替代丹田用血管代替气门 随着功法要绝运行 他也可以将灵气吸入心脏之中 水的流动他也能够轻松感触 小强运转了几次功法后 他已适应了这种感觉 他要试一试以前学过的拳法 可以将百步外的石碑积损 少林最强的拳法百步神拳 此时平静的湖面也开始泛起了淋漪 有一种犹如喝醉的步法名为罪八仙 有一种剑法拥有无尽变化名为苍天剑 有一种少林最强拳法名为百步神拳 这几种绝世功法竟被一个走路都费尽了少年史出 他的贴身侍卫觉得少林坚持不够三天 但自那天戴上锁链开始已经过了一个月 思考之时少林浮出水面让他准备好一切 黄冲再次将小猪全部赶来 小强想检查下这一个月的成果 他拼命努力如果无效那就再无办了 他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 当指针停留在中心位置时 小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的体重终于减了下来 他感谢黄冲不离不弃的陪伴 黄冲也表示家里的仆人终于不用再补衣服 教夫的腰也得到了解脱 而且有传闻说少爷因为胖可能是捡回来的 因为胖被毁昏的事所有人也都知道 文言小强再也忍不住黄冲的言语 见此黄冲想起老爷还有事找他 他需要马上前去处理 留下的小强还是有些不满 积累灵气的速度所有人都是循序渐进 如果想抢在别人前面的话就需要灵悟 那颗灵药 红子身是很好的选择 五个月后会在安徽的黄山出现 如果他有灵药协助的话就好了 此时太医怕他碗水身体虚送来的补品 见识补品小强直接巧服就喝 然后连任带晚离开了此地 他要趁药物消化之前紧快吸收 没想到老爷子的不要充满灵力 虽然吸收很慢 但但慢慢聚集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惧怕那种万恶之源 随后的日子里小强都会饮用武药 坚持不懈地加大自己的体能训练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功力已经可以撼动整个湖泊 这种力量黄冲都为之震撼 他没想到墓中无人的家伙 竟会到达这种程度 一人询问黄冲说的是谁 他想知道是谁在墓中无人 他希望黄冲可以完整地重复一点 大总管赶紧让下人将黄冲关进柴房 他只能帮黄冲到此了 黄冲也知总管的用心 随后老爷询问大总管 他没看到那种力量 自己的儿子竟能一掌就推动补水 他也需要做些什么了 他命人准备笔墨要给皇宫书信一封 几天后小强的父亲给他带来遗物 一本名为乾坤神书的秘词 见此小强没理解父亲的意义 父亲告诉他这是皇帝亲自给他挑选的功法 小强没想到父亲竟有这等实力 六十斤的老父亲有个六百公斤的小儿子 见儿子喜好武功 他决定求助皇帝 并高薪聘请女婿成为儿子的老师 但他不知自己的儿子已掌握了绝世功法 小强知道自己说出真相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正好借助姐夫的名号说与他学习 想到此他直接跪地拜师 接下来的十天里姐夫交给小强一套基础拳法 但这种小孩子的功法他根本无心修炼 他希望姐夫可以跳过出学者阶段 但却被告知自己太过愚钝 文言小强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十天 他提议用最基本的拳法和姐夫比试一下 看一看谁才是那个过于愚钝的人 此话一出姐夫哈哈大笑 怎么说他原来也被称为湖北七龙 小强则觉得他只是徒有欺品 被激怒的姐夫直接封住自己的内力 他会和小强同等条件下比试 但这还是有些欺负小强 他又缠住了自己的右臂 让小强先向自己出手 见此小强也不多说直接来到姐夫身边 姐夫没想到对方竟能使出如此力 思考之时下一拳已经攻倒 他必无可避之中他的腰子 他不得不承认小强颇有天赋 但小强却没想就此罢手 他还要好好讨教一番 此时的黄冲已被罚去看大门 路过的小强觉得对他的惩罚还是太轻 黄冲疑惑此时少爷应该在训练他 小强表示他的姐夫有些事无法交代 另一面姐姐得知小强竟压制了姐夫 弟弟的天赋真是让他期待 随后他让丈夫好好休息便离开了这里 留下丈夫一人在此怀疑人生 安平县外一辆马车急迟而来 马夫告诉大人他们已经到了 车上一人开口没想到他们会亲自前来 另一人表示既然于先生开口 那他们必须出面解决 而安平县那一片惺惺向荣的景象 这是小强第一次用这个身体独自上街 他记忆中的世界到处都是尸体 既然他来到这里就要拯救这个世界 此时路人也发现了小强 他们没想到少爷真的可以走了 而且还是一个人走得出来 所有人都拿出了礼物送了过来 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给他礼物 他不过只是想出来散个步而已 这时小强感觉到了什么 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远处竟有一人在监视着他 神秘人没想到这么快小强就可行走 他想再观察一下是小强已来到身边 下意识地攻击已直奔小强 一拳直接将其轰飞出去 随后神秘人消失在屋顶之上 同时小强已起身寻找那个家伙 他没想到安平县竟会出现这样的高手 看来他必须去盖帮收集一些情报 他们在墙根下创立了自己的机构 无论是天上的小鸟还是地上的老鼠 都不及他们看到和听到 这就是盖帮无处不在的门牌 但整个安平县却没他们的终于 小强几乎找遍了能找的地方 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乞丐都没有 小强只能询问路人甲为什么没有乞丐 但却被告知他的老爹 给所有流浪者安置了家园 既然没有乞丐 那他就无法能获得情报 路人甲告诉少爷要找乞丐的话 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 此时小强家里父亲和姐姐正在谈论着他 父亲见小强这么优秀想给他送进公务 但姐姐却觉得现在还为时尚子 毕竟南宫家才刚刚退婚 南宫会只专心于武功不想结婚 父亲其实也知道这些 但他如果不为儿子做些什么 他觉得实在对不起他们的母亲 那些人的目标其实是他 另一面马车已经进入安平县 马车中的人觉得瑜伽还是想促成两家婚事 所以他们到此就是要再次找借口拒绝 首先要找到合理的原因才能好好地退婚 说话之人正是南宫家主南宫汉水 随后他们找到了丐帮 对方很清楚他们来此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拒绝婚事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是严密管理不得泛滥 男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丐帮之人则表示那毕竟是瑜伽 如果发飙的话结果很严重 闻言南宫家主摘下了自己的戒指 帝王界拥有者可以得到南宫家的庇护 此时小强也来到了此处 他怎么也没想到丐帮竟会在这么华丽的地方 闻尾剑来了的胖子直接拦下了他 小强见男人出烟不逊本想教训下对方 但他不想惹是劝对方好好说话 说把他不在里面人直奔房门 没想到对方直接给了他意见 并再次拿他的体型说示 这下他彻底激怒了小强 此时楼上丐帮之人见南宫家如此坚决 便将小强出生到现在的信息交了出来 公主表示自己会绝对的保密 闻言丐帮之人也就放心让他在此观看 这时外面的吵声惊动了二人 男人来到窗边发现是自己的下人 脸上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气急之下对方拔剑抵在了小强的脖子上 这是他最后一次对小强发出警告 小强表示这确实是他最后能说出的话 下次有人让他让开就该乖乖听话 一处房间之中监视小强的人出现在此 一个黑影询问他们那只老虎现在过得好不好 男人每天逆流灰剑数万次 只因师父希望他可以快些城台 师父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徒弟的境遇 所以每天的快乐就是训练徒弟 而今天前世的师父竟出现在小强的面前 就在不久前小强收集信息被人拦下 因为对方出言不训侮辱小强 他只能概替他的主人教训对方一下 他家的主人可能会好好感谢自己 这是一人从天而将分开了二人 随后直奔小强攻来 小强在此人身上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 但更要紧的是先接下此招 此拳蕴含的力量异常强大 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还无法承受 必须将此力量方向旋转化 但小强还是高估了自身的情况 就在他坚持不住时 他看清了男人的面貌 正是他前世的师父之一 那个已折磨他为乐趣可恶的师父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 他绝不会饶了那个人 当对方一步步向小强走过来时 村民都拦在了小强的身前 而小强再也撑不住倒不下去 南宫家主和盖帮听到声音也出来查看 盖帮之人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瑜伽少女 他连忙上前查看伤势并询问是谁打伤少女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南宫家 男人连忙向家主投去求助的目光 当送小强回府后 于老爷知道了此事 盖帮之人连忙解释这都是南宫家所谓 于老爷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南宫家的儿 他今天一定会砍掉他的脑袋 盖帮之人连忙传音给南宫家主 让他赶紧给于家道歉 于老爷可是皇帝的前军事顾问 此时于老爷让女婿准备进攻马车 闻言南宫家主直接跪地请罪 表示都是误会以后不会再有此事 于老爷表示小强已经要死了必须有个结果 小强听到有人叫自己直接走出了房门 见此发型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下人为少爷整理了一个可爱的发型 老父亲连忙询问儿子的伤势 小强表示自己已经无大碍 并上前向家主行李称其为哥 小强知道按辈子来说的话 他和对方同辈 而他前世的师傅则是他的晚辈 按理说他可是对方的叔叔 他等待这一天可是很久 上辈子受到的折磨他会好好还给对方 他的师傅上市被称为剑王南宫城 但小强看来他就是个疯狂 就算小强投降的话也不会停止叫跑 那个可怕的回忆小强至今还记着 他有六个武功高超可爱的师傅 为了拯救武林他们将男孩送回到了过去 希望他把万恶之源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在那之前他接受了地狱般的训练 回到过去的他没有忘记师傅对他的好 他会将过去的师傅一一收为徒弟 第一个就是南宫家的南宫城 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在万恶之源前获得灵药 想抢灵药就必须剪掉身上的肥肉 所以小强再次和黄冲来到湖边训练 当姐姐知道小强习武是为了踏入武林 连忙带着黄冲的梦中情人前来阻止 他们的母亲就是因为武林中人而死 小强表示自己绝不会再让此类事在发生 姐姐知道自己的弟弟已经长大 他一直还把弟弟当成孩子 这种亲情小强从未感受过 因为他很小时家人都已死去 所以这一时他不会再让家人受到伤害 时间终于来到了灵药即将出土的时候 而小强也顺利地剪掉了身上的脂肪 瘦下来后他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他告诉父亲自己要去黄山探训 顺便去南宫家看看自己的长年 他知道父亲肯定会反对 但这都不能阻止他这次出门 他向父亲保证自己会安全地回来 回到房间后小强就开始收拾行李 他必须悄悄出门避免引来麻 但他的门外护卫已经恭候多时 黄冲告诉少爷这是老爷准备的旅行团 小强不能让这些人跟着自己 取得那株灵药必须秘密进行 家里人知道他的目的根本没法解释 小强突然想起了那瓶药剂 太医在给他治疗后遗症时 给了小强一瓶药防身 可以麻痹敌人陷入昏迷 想到此处他告诉黄冲今天先不走 他晚上想感谢黄冲这么久的照顾 姐姐知道弟弟今晚会偷偷逃跑 他让护卫可以不用陪自己等着 护卫其实也想和可爱的少爷道别 但小姐肯定有话想单独说说 他只能留小姐独自等待 没过多久小强自己走出了房门 黄冲已经倒地不起 太医的药果然很有效果 出门后姐姐怪他进步和自己告别 小强没想到最后竟被姐姐来下 但姐姐却抱住小强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遇到任何麻烦一定要回到家里 他和父亲任何时候都会在这里 小强没有多说默默的点头 随后姐姐将皇帝赏赐的千里马交给小强 小强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但他必须消灭万恶之源 才能让家人安全 一处大厅内众人也得知了童子生的下落 他们也踏上了找要的路上 黄山有块石头在太阳落下时都会发出红光 那里正是童子生出现的地方 但现在那里已被一群山贼占领 为了抢先获得那株灵药 小强提前来到了黄山脚下 他跟随村民带领进入了深山 虽然找到了发光的石头 但却没有发现灵药的踪影 小强感谢村民带领自己前来 他只能冒险深入山贼的领地再去寻找 当来到山寨后 他施展灵力探查周围的情况 如果灵药在他周围使马内他都能感知到 随着灵力探查他发现了一些异常 山贼正在欺负一个女人 小强见此很是愤怒 但他必须控制 师父告诉过他没有恢复功力之前 不要多管闲事 一切都是防止武林更大的损失 他只能安慰自己先去寻找灵药 但听到孩子的哭声女人的求饶 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事情 愤怒之下一招就解决了山贼 但力道没有控制好见了自己一身 他的这种样子吓坏了 小强连忙上前安慰 他可不想惊动更多的山贼 当进入屋子后却发现了更多的人 原来这都是被山贼抓来的村民 没有办法小强只能帮他们逃跑 他让众人等待自己的信号 他会尽量拖延山贼让村民有时间逃跑 随即小强来到一处高塔下 他必须制造出足够大的声音吸引敌人 见此村民知道这就是信号连忙趁此逃跑 另一面小强不断地点燃房屋 将山贼引向相反的方向 为了不被抓住他用了大量的内力 逐渐内力慢慢消耗带死 这时一人直接将其击飞 正是山贼的首领带人前来 小强知道眼前之人都会武功 他必须想出脱身的办法 首领此时竟表示很欣赏小强的勇气 他正直用人之际询问小强要不要为他工作 文言小强想到了办法 他坐在地上开始吸收灵力 表面询问自己加入有什么好用 实则在抓紧恢复内力 交谈之间小强已恢复足够他逃跑的内力 随即他直接拒绝了山贼 气得首领命令手下杀掉小强 在众人围攻下他只能不停闪躲 但终是躲避不及被一拳打飞 面对如同豺狼般的对手 小强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战胜 只能勉强使出对八仙不法躲避 然后跳下悬崖桃 他知道下面有一条河流 只要减少冲击他还有活命的可能 剩下的就是期待河流的深度够深 就在小强以为自己停下来时 却被水中的漩涡吸入其中 童子深 因其壮如孩童而得其名 其中蕴含的能量世间少有 但其生长的地方十分隐异 知其人甚少 小强意外被卷入漩涡 被带到了一个山洞之中 现在的他已经精疲力尽 他本想放弃之时 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他知道那就是童子深 没想到因获得福被他发现 小强此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要他吃了 那万恶之源就没法获得 随着他咽下 巨大的能量充斥着他的全身 这种好东西绝不能浪费 他会将其中的力量 全部吸收那位己 另一面黄冲也带人来到了黄山 老爷知道少爷独自离开大发围平 气得他直接晕了过去 太医见此连忙上前浩满 他没想到老爷气得当场咽起 文言老爷狠狠地拽住了太医的头发 让黄冲赶紧去寻找少爷 随后黄冲到此 得知少爷进去了山贼的地盘 连忙带人上山寻找少爷 此时山贼来到瀑布边寻找小强 一个人影竟从瀑布之中走出 询问山贼是不是在找自己 并让众人自己脱下衣服 省得他动手 山贼虽不知道他是谁 但杀了也无大碍 小强捡起衣服表示并不合身 随即询问下个要脱掉谁的衣服 就这样小强有了合身的衣服 但他并不准备放过山贼 随着他手起刀落山贼全部伸手一处 他刚刚换的衣服又被弄脏 来到湖边他竟被自己的样子所吸引 小强终于确定自己不是讲 随后他决定重回山贼老巢 一个都不放过 当他回到山寨时大声让山贼出来 他不会放掉任何一个山贼 见到这种势头山贼开始胆怯 这是一只冷剑从旁射来 正是山贼首领温升前来 小强还在担心首领已经逃跑 这样的话省得他到处去找 就在小强想动手之时 黄冲已带人到来寻找少爷 随即两帮人马打到了一起 见自己的手下不敌对方 山贼首领选择了逃跑 但小强则会如他所愿 今日他无论如何都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首领吓得直接跪地求饶 小强表示他何时饶过那些可怜的村民 既然敢做就要接受后果 小强也不再多说直接了结了对方 此时黄冲赶了过来 询问小强有没有见过他家少爷 那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少爷 非常的傲慢还不懂礼貌 听着黄冲的话小强觉得应该将其也埋在这里 阳光少年的脸静长得犹如老头 巧得机缘获得了一株灵药 服用后他荣光焕发变成小帅 就连陪伴他多年的护卫都没能将他认出 当他面不停说着自己的坏话 黄冲没想到少爷竟变得如此好看 老爷得知少爷消失已经疯了 连太医的头发都被吃了 所以他才带着南宫家的卫队共同前来 现在少爷必须乖乖和自己回家 小强表示自己还有要事去办 他忘了黄冲以前是有名的捕坏 想要逃跑可不会那么简单 但是他也不会乖乖被带走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少爷 众人没想到小强现在的实力不同以往 但他们必须完成任务带他回去 就在双方对峙支持被救的村民前来 他很感谢小强的救命之恩 他救的不只是几个人而已 更是无数个的家庭 说完便再次感谢离开了这里 小强一时还未反应过来已被黄冲绑住 随后他们踏上了返回的旅程 小强告诉黄冲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但黄冲根本不理会小强的话语 为了让少爷能够安静地和自己走 黄冲只能将少爷暂时打运 随后他告诉护卫不要将今天的事说出去 因为名气越大就越容易被关注 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危险 他们的少爷还没有做好面对的准备 另一面山洞之中众人来到发现药与不见 这本应该是要献给他们的领主 随着队长的愤怒不断飙升 周围的手下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他们连忙大喊让队长冷静 才化解了丧命的危险 他让手下必须找到那个偷药的人 如果小偷吃了灵药的话 也要带回来给他解释 如果小偷有家人的话一并全部除掉 只要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要消灭 此时小强已经醒了过来 他本来有机会埋伏万恶之源去找药 然后他就可以衣食无忧地做少爷 这一切都被黄冲这个笨蛋缩毁 还好他获得了灵药成功的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寻找千年海螺在那里等着万恶之源 此时黄冲告诉他们到了河北 小强从来都没来过城里 前世这里已经变成废墟 思考时他的父亲出现在这里 他没想到父亲竟会这么疼爱自己 但父亲好像完全不认识他 黄冲告诉老爷那人就是少爷 老爷不信自己的儿子竟有这么帅 但好像黄冲确实没有撒谎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的胖儿子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只因他是个废材少爷惨遭别人退婚 没想到减肥成功后竟被逼婚 对方正是赫赫有名的南宫家族 他们不同于其他武林门派 今日护卫来报小强竟一人剿灭了山贼 南宫家主表示这根本不可能 家主的父亲得知小强既有武术天赋 而且还变成了一个英俊少女 他让儿子不要再插手婚事 随后他接待了小强和他的父亲 于老爷直接开口 很想让儿子参加武术考试 南宫前家主表示这样小强顶多成为一个将军 但如果他有个好的师父 有可能成为救国之人 文言与老爷连忙询问去哪里能寻得冥师 冥师就在眼前就是他剑王南宫昌晒 小强明白对方知道了自己打败了山贼 如果剑王帮助他能有更多机会进入武林 这样父亲也没理由再阻止自己 而于老爷也很高兴剑王能教导儿子 最近皇帝要选定皇子让他进宫教导 有剑王管教他也可以安心了 就这样于老爷含泪离开了小强 他不停嘱咐小强一定要听话 每周一定要书信两封 当于老爷离开后 剑王让小强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小强以为对方要开始训练自己 却被带到城墙之上 只见剑王净踏空而行 他的老师好像都没有达到这种轻功 随即剑王让小强跟着上来 小强连忙跟着跳上房顶 剑王告诉小强他眼中所及之处 都是男公家的势力 然后又询问小强看到远方的良品了 小强以为对方要测试自己的轻功 便开始脚下运镜准备展示 没想到对方说那面也是他的事 小强实在无法揣测剑王的想法 剑王植入主题表示 小强可以得到这里的一半 只要和他孙女结婚就可拥有 小强本来还对剑王有所期待 听到对方竟逼婚直接告辞 但剑王紧随其后希望他好好考虑 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多给小强一些 小强没有办法只能告诉对方 自己不想结婚 而且自己是瑜伽的独生子 他家的财富不比男公家少多少 他还以为来此会传授自己武功 剑王终于知道对方原来是喜欢武功 第二天一早剑王就叫来了小强 他先展示了自家独门剑法帝王剑行 但小强毫无兴趣 见此他又展示了一套以气预剑 如果想学只要答应婚事就可以 而且这些都是不外传的武功 但小强却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剑王表示他刚入武林这种高级功法可能不理解 小强没有办法只能展示下自己的能力 秦胆让他的武功得以升华 人称七情剑王 早上起来心情不好他会教育徒弟 吃饭吃得开心他也会教育徒弟 徒弟每天都要适应他不断变化的情绪 还好前世他将自身武学都传授给了小强 所以这是可以完美使出男公家的绝学 剑王不知道小强怎么会用自家剑法 但他绝不允许外人会男公家武功 小强表示剑王刚刚不是给他演示过吗 文言剑王以为小强是不是的武学器材 只是看一遍就能学会他家的剑法 这更坚定了他要促成婚事的决心 此时洞穴的神秘人出现在城中 他们通过前台得知有个少年出现在过皇山 现在应该来到了合肥 他们必须找到那个男孩 另一面男公城上门求见小强 他不知道小强为什么不去训练 小强表示男公家已经没有可以传授自己的东西 见到小强的嘴脸男公城很是愤怒 他不知道祖父到底看上了这人哪一笔 但无论如何小强必须和他去训练 文言小强倒是很开心去教授他些东西 现在他的师父还是太弱了 他要通过激怒对方让他通过情绪增强力量 但男公城最后还是忍下了条件 小强没想到对方竟这么绅士 那只能换一种方式来启发他的师父 那就打到对方明白这个方法 见此轻功男公城先是一乐 他也想看看小强到底有何成长 却反被小强直接踹飞出去 见对方下一招紧飞其后 男公城连忙运起内功防卫 小强却表示那样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随着这拳被男公城挡下 他先是惊讶其中的威力 然后竟然被旋转的力量震开了双臂 巨大的威力让男公城连坐起都困了 他怎么也想不通小强怎么短短时间判若两人 小强走到他的面前表示教导还没有结束 男公城做梦也想不到 小强等待这一天等了多久 疼痛让男公城大抱粗口 见此小强知道对方已经学会了愤怒的力量 这种训练持续了十天之久 男公城现在已经可以将愤怒融入到剑坊中 但他要学的还不止这些 小强没想到对方竟能瞬间做出反击 这已经超出了小强的预期 见此小强决定今天修炼到此 他让男公城和自己去一个地方 隐秘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扮成乞丐 可以监视目标还不会被气怀影 但是他没想到乞丐也有乞丐的规矩 神秘人准备在今晚开始行动 小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 为了男公城掌握悲伤的力量 他们买了大量悲剧的书籍 情绪的力量会让男公城武功更进一步 而男公城也很虚心地接受小强的指导 此时他们后方一直有个人跟随 他让队友慢慢靠近 等到无人时悄悄带走小强 但他们漏算了当地的丐帮 小强两人也被炒声所吸引 队长只能传音让手下暂缓行动 因为他没有在本地登记就乞讨 就要接受他们的惩罚 见小强二人在远处看着 他只能任由这些人攻击自子 小强见此开始为男公城讲解缘由 每个地方的丐帮都有自己的规则 队长见他们终于离开了这里 连忙叫手下过来解围 他受的耻辱会让这些乞丐加倍偿还 他命手下一个不留全部消灭 但还是漏掉了一人逃跑而去 第二天剑王收到了孙女的灰心 孙女对这门婚室也是坚决反对 气得剑王询问儿子是怎么教导的孩子 他得想个办法把小强送到孙女那 随后他准备去找小强说说此事 但远远地就听到里面传来了辱骂之声 他连忙施展轻功跳上围墙 发现他的孙子竟也在此 还在听着小强的训告 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孙子哭泣 而且剑中的力量异常强大 此时小强发现了剑王在远处 他连忙让南宫城停止训练 南宫城闻言大怒自己刚刚找到感觉 见孙子不停骂人剑王有些不紧 随即上前询问小强在教授什么武功 小强表示这都是南宫城的主意 他在帮其用情绪练剑 南宫城不明白小强为什么要偏足 小强连忙转移话题问剑王来此目的 剑王本想让小强去一个地方 却被护卫突然来到打断 昨晚本地盖帮发生了大事 闻言剑王带着孙子连忙去查看 小强自己没有意思并走上了街头 刚出门就又被神秘人盯上 队长让所有隐藏的队员紧跟小强 到人少的地方便动手将他带走 此刻小强也发现了异常 有些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 而且昨天被揍的乞丐竟也出现在附近 看来盖帮出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想到此处小强直接撒腿就跑 见此众人连忙紧紧跟随 但追到一个墙角时人已经不见 小强慢慢从后面走出 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本想暗中带走男孩询问灵阳下落 没想到反被对方抢走一人威胁 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必须阻止小强 为了脱身小强来到了城市中心 他先是将抓来的人扔到房里 然后运转内力和火砸烂的房屋 他必须闹出足够大的动静 吸引丐帮和男公家前来支援 就在刚刚小强知道他们在跟踪自己 为了弄清对方目的 他将几人引到无人地方 几人见暴露直接询问他是不是获得了灵药 闻言小强知道对方应该与万恶之源有关 他必须问出对方藏在何处 但小强也不想对方知道自己的秘密 所以他要设法将其全部留下 敌人知道了他在等候援手 那就必须尽快解决此事然后离开 小强见对方已经动了杀刑 他可不会束手就擒 他振起散落的瓦力 将其中目屑收入手中 然后施展出连环十二斩弓向敌人 趁小强背后露出破绽艺人已来到身后 这阵和小强心意又可活捉艺人 但对方直接咬碎了一个药丸 瞬间就没了生机 同时小强发现远处的人在灭口 所有昏迷的人都没能活命 随后转身就要逃离此地 小强连忙追赶 但对方已经分散开来 好在他的援军已经来到 那他只要安心追一个就可 对方知道自己被抓毙会影响大气 掏出一物直接扔向后方 爆炸的瞬间他竟被一拳击中 小强让他放弃没有必要的抵抗 并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队长知道自己很难逃跑 但他死前也要杀掉小强 见丐帮和南宫家离这里很远 小强可以不再掩饰自己的武功 男人也做好了对方冲过来 使同归于尽的准备 但他没想到对方进原地出招 就在小强想将他带回南宫家拷问时 本地丐帮长老已经赶到 他们不由分说便上前查看 确定这就是杀害他们手下的人 希望可以将此人交由他们出去 这时南宫城也来到此处 小强责怪他来得实在太慢 长老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询问此人为什么会接近小强 小强表示对方将他误认成了别人 此时小强突然改变了想法 不能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对付 源源不断的敌人 他必须转移敌人的视线 丐帮就是很好的选择 随即他看向了南宫城 南宫城瞬间做出判断 让丐帮赔偿叔叔的衣服 小强表示自己可以将此人交给丐帮 但必须隐藏自己的存在 如果审问出什么消息也要告诉自己 该帮长老同意了小强的条件 但总是觉得有种上当的感觉 他本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一人 没想到那人背后竟是一个组织 他必须赶紧获得第二件神秘之物 知道线索之人正在武林盟的监狱之中 所以他答应了剑王前往他孙女所在武林盟 剑王决定书信一封让孙女好好接待小强 但小强有一个条件 他要带南宫城一同前往 剑王表示孙子毕竟是下代家主 小强也明白剑王的难处不想勉强 他知道武林盟现在有五位女舞者 而且各个容貌都很出众 小强很期待与他们的见面 也许会碰到让他清新的家人 文言剑王决定开家族会议研究小强的要求 既然要出门 小强必须得带着他得跟班 一日长江口岸一条大船之时 一人花重金藏匿在仓库之中 小强也与南宫城登上了此船 两人坐在船上探讨着最近海盗猖獗 南宫城希望小强遇到海盗不要多过 海上的怪物人称海龙 如果导致战争长江沿岸都会受到牵连 小强不想多听他说一拳打得过去 看来此行自己真要低调一些才行 随着航行越来越远 一艘黑色船只出现 他们是此条航线的海盗 船主连忙上前他已准备好的路费 见船主这么懂事首领很是满意 但他受人委托还要寻找一个犯人 首领知道船主经常会偷偷运人 让其叫出所有人排队接受检查 海盗见小强不理会他们 上去就给了小强一拳 蓝功成暗道不妙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这时藏起的男人自己走得出来 他没想到抓捕的人竟然是愚蠢的海盗 此言一出就激怒了首领 他可不管是不是活捉一刀砍向对方 竟砍断了船帆砸向小强 见此小强忍无可忍直接抽剑展开 他本想教训下这些海盗 但那两人已经打到了一起 同时小强也发现了什么 男人手臂竟纹着一只大蛇 他的师父之一告诉过他 知道第二神秘生物的人就有这个纹身 小强没想到自己竟这么幸运 随即让蓝功成保护周围人的安全 因为两人对战的余波根本没有顾及旁人 蓝功成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护所有人 直接运用悲伤的力量提升剑速 尽力拦下余波保护众人 而小强从天而降拦在了两人之间 一拳狠狠轰在首领身上 然后询问男人是不是黄德山 他有些问题想请教对方 在那之前他会保证男人的安全 师父告诉过他 神秘生物只有一人知道 那人手臂上纹有一只红色大蛇 小强没想到这么幸运被他遇到 那他必须问出那个东西所在 他表示会帮男人解决麻烦 但回头对方就已消失不见 小强不明白自己在救他怎么还逃跑 此时海盗首领见人跳船 连忙叫手下去抓住男人 小强很无奈地叫来南功成 让他看好这个领头 如果跑了小强会用愤怒训练法惩罚他 说完他就跳下了大船 直奔逃跑的黄德山 虽然他的游泳速度很快 但眼前出现了一个更方便途径 随即他也不客气 直接踩着众人一路前行 瞬间就追上逃跑的黄德山 黄德山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 但他可不会轻易就被人抓住 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扔到了地面 小强表示自己只是想问他一个问题 但黄德山根本不相信对方 没办法小强点住了对方的穴道 他不能再让对方逃跑 因为他现在要解决一些麻烦 面对一涌而来的敌人 小强在地上捡起了一些石头 他的师父之一教过他暗器的时候 面对这些武功不高的敌人 这个招数足以减少对方人数 小强想起南宫城说的不能引起战争 他只能免除这些后话了 解决敌人后小强回到了黄德山的身边 现在他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小强询问千年海螺到底在哪里 文言黄德山表示自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小强只能换种方式询问 他相信这种方式应该能得到答案 此时南宫城也来到了此处 他发现小强在用愤怒的教育方式 随即让海盗首领慢些靠近 过于因为首领只能照做 他要努力坚持等援军的到来 就这样过了四个小时黄德山醒了过来 小强本想继续询问对方时 远处一艘海盗船直奔他们来 见此首领知道自己的援军已到 他表示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消灭 文言小强一拳打晕了首领 南宫城告诉过小强必须小心 但小强表示现在的情况只能接受 随后便带着南宫城接待他们的客人 不一会这里就只剩下各种残骸 一艘小船慢慢远离这里 正是小强几人远远看着这里 船长见此愤怒故意 他询问剩下的手下带没带红色信号带 他们今日的耻辱一定要让对方偿还 那个男人看到后必定前来 被称为海上之龙的男人 他是长江上的霸主人称水龙王 红领着整个海域的海盗 今日他必须去处理下混乱的情况 而这些事的源头只是一个少年 之前的信号带让源源不断的海盗起来 这样小强根本没有时间询问黄德山 他赶紧下令前往附近的陆地 就在这时悬崖之上跳下一人 落在了小强的船上 他自称自己是小启龙来此事保护大家 小强觉得这个名字很是熟悉 那是他前世的师父之一 没想到竟在这里碰到 就在前不久被打败的海盗发射了信号弹 郑武盟也接到了此消息 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具体什么原因还没有查明 他们不能让海盗占领重要水路 军师连忙询问现在盟中最强高手是谁 被告知目前只有小启龙 军师让人赶紧去找此人帮忙 没多久小启龙就得到了消息 他和一人喝得已经烂醉 那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叫醒自己 龙表示军师派自己去工作 来人也即将去陕西战场 再见不知何时所以告个别 随后他将信物交给来人让其去找丐帮 自己匆匆离开了此处 留下的男人只希望他不要碰到水龙王 此刻一艘小船慢慢接近了小强 所有海贼都恭迎他们的手里 见此小强知道来人应该是水龙王 不知不觉已离他们这么近 小强可不想与此人硬碰硬 命人赶紧转变方向 就在两船即将碰触之际 对方竟缓缓抬起了手 巨大的能量竟挡下了大船的前行 随即只见两人跳上了大船 小启龙连忙恭敬地向水龙王抱出家门 南宫城也紧随其后抱上自己名号 只见一道身影一闪 小强暗道威胁 男人已将小启龙高高举起 水龙王没想到这个少年竟能看清动作 见到自己的师父受到威胁 小强连忙叫住了水龙王 表示这样对待晚辈有失他的名誉 水龙王表示确实如此 便让手下放了小启龙 接着他想听听小强对这些事情的解释 小强知道对方是个怪物不会轻易放了他们 如果不能让对方满意 他们都会死在这里 随即小强只能说他坐的船受到了海盗袭击 显然这个答案对方不满意 小强想起一个师父的话 要不吓到对方要不投其所好 他连忙说自己的父亲曾是皇家顾问 现在还在皇宫教授皇子 魂眼水龙王根本不在乎小强的话 他做了一辈子海盗被谁追捕根本无所谓 面对这样两个怪物的存在 小强只能投其所好 他在这片海域当了半辈子海盗 手下的船只更有数百条 他仅靠内力就能将船逼挺 跺跺脚就可引起惊涛骇浪 今日一个少年竟想用钱财给他补偿 因为他毁坏了水龙王的很多船只 为了能逃离这里小强想投其所好 闻言水龙王哈哈大笑 他表示很喜欢小强 吓得小强连忙后退 水龙王让小强好好看看周围 武林人士早已赶到了这里 但他们没有一人采取行动 因为他们在权衡与他开战的后 为了救几个人之不值得丧 所以小强为什么费尽心思要救这些人 小强知道自己说为了拯救世界 对方不会相信 见小强不说话水龙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也无法理解小强到达了什么实力 既然这样只能亲自检查 他告诉小强有些事情不能用钱解释 话落的同时那个男人直接出手 直奔小启龙而去 见此小强毫不犹豫地通了过去 瞬间挡下了攻击 然后让小启龙赶快离开这里 闻言小启龙知道自己不敌跳下场去 而男人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小强拼尽全力闪开了攻击 他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战胜对方 所以必须尽全力一招制敌 他要使用的是灵气攻击 这种攻击远比内力更加强大 但对方尽露出了笑容 因为水龙王出现在他的身后 小强没想到这种大人物竟搞偷袭 南宫城见小强昏了过去就要拔剑相救 水龙王希望他不要做傻事 只是一个眼神南宫城已经不能动他 但小强冒死救了他他不能不管 即使失去生命他也要救小强 水龙王没想到对方竟突破了自己的压制 而且剑中散发的威力还不是剑刚 这两个人都很让他好奇 他知道南宫城是剑王的孙子 所以今天他不会杀了对方 他会等着多年后他成长后再动手 第二天小强被一阵香气吸引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这里 水龙王让小强先吃些东西 但小强只想知道自己的朋友怎么样 水龙王让小强不用担心他们 虽然他和剑王关系不好 但也不会杀了他孙子 文言小强长输了一口气 随即吃起了面前的食物 另一面南宫城被盖帮救起 一是没想到水龙王尽出奇的善良 如果不是他出手 南宫城很可能走火入魔 小启龙只记得当时水龙王指出了一招 然后便带着小强准备离去 正五盟的人却无人敢上前阻拦 因为那个人的威压太过害人 只因男孩拒绝了老头就遭到了毒打 他被迫答应对方的要求 但这些也无所谓 他只是暂时阻止 就在不久前 龙王询问小强是从何处 小强只能隐瞒说是姐夫雕的 龙王听说他没有师父就要收他为主 小强哪有时间里他直接拒绝 文言这彻底激怒了龙王 既然说不通只能用实际的方法 这种情况小强只能先答应下他 但他必须去询问神秘生物在哪 所以他告诉龙王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是尸的 那样他可能会被扼杀在这里 因此他要出去积累足够的经验才行 龙王可以让小强离开 但要是骗他后果很 就这样小强离开了这里 就算是挨打也在他计划之内 在小强走后不久 剑王来到此 他先是感谢龙王打通了孙子的经脉 然后询问小强的下方 见龙王不说他拔刀直接出招 龙王没想到对方真要杀了自己 那就看看谁能活到最后 随即一想还是算了 他表示小强早已经离开了这里 此时小强被正武盟的人抓住 他们还是不信小强能从龙王手上逃亡 就这样小强被带到了总部 盟主白武正在等着小强的到来 那人给小强一种独特的威严 师父告诉过他这人会成为他任务重要的帮手 他连忙礼貌地拜见盟主 盟主从小强的眼中看到了不同 他要搞清这个少年怎么离开的龙王 随后他们询问小强为什么对付他 还干扰了海盗和泛人之间的战狼 他们想听听小强做何解释 对此小强也不多说直接攻向下人 但瞬间就被盟主拔了下 这就是小强的解释一切都是为了救人 他们告诉小强那个人已经被关了起来 然后询问他要不要见见他 小强觉得这可能是个圈套 但不管怎么说他也要问出神秘生物线组 便表示有时间会去看看 接着盟主询问他是怎么逃出海龙的控制 小强表示对方同意他用钱财补偿 但盟主根本不相信小强的话 小强无奈只能让盟主去询问龙王 要不是盟主知道小强的父亲身份 早就把他关起来 看着小强离去的身影 盟主觉得剑王龙王 不可能平白注意这个海 他决定让小强留在身边 让他加入自己准备成立的乾龙队 小强第一时间去看望南宫城 这时小启龙也来自 告诉南宫城也被选为乾龙小强 江剑慈抢过了名单查看 里面有他唐门的师傅 还有武当的师傅 少林的师傅 还有天才战略家师傅 这么快就见到全部师傅 想想就让他有些兴奋 他必须加入到乾龙小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